988新闻线 昨天晚上那场辩论 纳吉说 我的论述更成熟 安华就说 没有再比谁赢 这个电话短信和网络诈骗多 四个月就骗走超过两亿令吉 多个州数受租口证大爆发 幼儿园的业者需要警惕 卫生部长决心根除医院不良文化 现在设立了一个特工队要查霸凌 那最近呢 国内不是爆发有关实习医生 被职场霸凌的相关的一些讨论 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卫生部方面也注意到了 卫生部长凯里 他早前就有下令调查 他今天更强调 要下定决心根除卫生部当中的 不良工作文化 他在推特上面就说 现在的工作环境 其实跟过去不一样了 同事之间应该要互相的尊重跟支持 而不是羞辱和责骂 台里也透露自己今天凌晨 就去到了这个士拉阳医院 向实习医生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 他就特别的想要去看看 他们整个工作的环境 遇到一些状况等等的 那之前不是说他会去调查吗 而他也当时也说了 会成立一个特别独立工作小组 来近日特别调查这件事情 而卫生部那边今天就有宣布呢 会委任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前秘书长 西蒂哈密莎 他这位领导其余八名的专业人士 一起来带领这个特工队呢 去调查医院霸凌文化 凯里就说这九个人呢 今天这个特工队已经正式成立了 他们有个名字叫做改善卫生 这个文化特工队 那他就解释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里头所有的成员都是凯里 亲自去评估跟委任的 那他们除了需要调查 槟城中央医院实习医生 坠落的这个案件之外呢 也需要在两个月内 向卫生部长那边去提成 改善医护人员的工作文化 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等的这些建议 真的要好好处理这个课题 因为说真的 这些医生他们都是我们国家 未来医疗资源 医疗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员 特别是经过了一场疫情 格外就是感受到 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处理这个实习医生课题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一定要特别关注的 就是手足口证 这个近来是在全国各地大爆发 手足口证 它其实就是一个常见于 在幼儿的轻度传染病病毒感染 主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还有手足部都会出现皮疹 那目前是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案 虽然我们说它是在小孩之间常见 可是要注意大人也是 可能会被传染的 我们的杜祖波 他也是有中过手足口证的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卫生这个部分 像是其中北马三个州署 吉打玻璃市跟槟城 这个手足口证病例 跟去年同时期相比是增加很多的 截至5月7号的数据显示 单单在槟城州就有959宗的 手足口证病例 吉打和玻璃市加起来也超过1000宗 情况看起来非常的严重 而民政党槟州妇女组发言人 王旭玲就特别提醒三州的卫生局 马上要跟卫生部合作 第一时间启动大防范的行动 尤其卫生局的数据就显示出了 这个手足口证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 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另外一个危险信号 就是看到这个数字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雪州 这个情况也是一样严重 雪州卫生局局长沙拉里就有说到 截至今年5月7号的数据 州内的手足口证已经达到6748宗 是简直超越了警戒的水平 而当中95%都是发生在托儿所跟幼儿园 患者多数都是7岁以下的儿童 那南马的情况啊 一样也是 就是病例也挺多的 卫佛州卫生与团结行政议员林天顺就透露 也是一样 截至5月7号的数据 卫佛一共是有640宗的手足口证投报 虽然600多宗呢 跟前面提起来的一个地方 算是比较少的 可是如果跟自己比啊 当地去年同期的98宗病例比起来呢 增加了6.8倍 那无论如何 他说其实卫生部那边呢 已经开始在采取行动了 包括说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嘛 Mysgetra有很多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你去追踪 各地的这个传染病 其中就包括了手足口证 那这样子做呢 就可以帮助大家去看看啊 你在规划你的行程的时候呢 可以看看说 哎我附近是不是也有 特别多这个病例呢 就会更加谨慎了 是这个真的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 因为对小孩子来说 他们会特别特别痛苦啊 真的 这段期间因为嘴巴 这会痒啊 然后手啊 可能会感觉到痒痒的感觉 我们也很怕说 万一这一波 就是如果说 它的这个规模变大了 是不是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你看像之前 这个COVID的时候 是是是 影响到了经济 是真的很辛苦的 而且影响了经济 你看连带的影响 就是旅游业啊 是各行各业啊 都会受到影响 对那现在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后疫情的时代 大家在讲着复苏复苏 这个部分 可是呢 你要复苏 没有人怎么办 真的 好像各行各业 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 是因为 击打州户大神沙努西 他就否认说 佛罗交椅的这个旅游业 因为严重人力不足 面临瘫痪 相反的他有说 其实到当地的旅客人数 是不断在上升的 他举例每天 飞往佛罗交椅的航班 是介于20到30趟 不只是 像是周末到公假而已 这个抵达交椅岛的 整个航班次数 在周末跟公假 其实是更高 更多 就超过20趟的航班 不过 沙努西也不否认 在佛罗交椅岛上 确实是有面对 人力短缺的问题 而根据劳工局的数据 他说是缺少 1万7千名员工 而不是早前有报道说的 缺少3万名员工 我觉得缺少1万7 也很多 对 当然这个是因为 突然间需求量高 另外一个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马六甲 因为到那边旅游的人 也很多 尤其是上个星期的 大连假 劳动节 开摘节 周末大连假 各地的游客 都涌入了马六甲 这个人潮 其实你会发现 让很多沉睡了一阵子的地方 都睡醒了 很多游客都去打卡 而且热点的熟食业者 生意是非常好 有业者就说 他们那几天 一天的生意量 等于五天的量 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 供应商那边 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挑战 因为人太多了 他们没有货源供应 需求量很高 对 不过业者就有说 老板开心 这些员工也很开心 终于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 看到了一些曙光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就好好规划 你的接下来的行程 在国内走一走 我们一起来振兴旅游业 也振兴经济 现在都在朝着 所谓复苏的脚步前进 没错 我们看到首相 伊斯曼沙贝里 他也是没有停下步伐的 他最近就到了国外 寻求更多机会 他今天就在大马时间 今天就见到了 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人员 这些公司 说起来你都认识的 像是有Microsoft 微软 Google Tesla 波音 IBM 等等 超多的这些大企业 就是跟他们谈一些 做交流 希望说可以争取一些机会 当然同时 首相也是见证了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发展机构 还有三个美国实体 分别是世界资讯科技与服务联盟 还有埃森哲公司 跟人力资源认证协会 交换谅解备忘录的仪式 不要以为 这不管你的事情 因为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 总执行长 就告诉大马媒体 他们所签署的 这三份备忘录 会让大马人得到更好的培训 其实首相 他之前也是有见了 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长 特德奥修斯 他说 他就已经向特斯拉 Tesla 就建议在大马要投资 生产电动车 如果这个真的是做得成的话 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消息 不只是这样 首相也是欢迎美国的投资人 还有商人 就是把马来西亚 当成是一个优先的 这个投资目的地 欢迎美国 我们欢迎你们 欢迎各国 你要用美式英语来 Welcome to Malaysia 那提到经济的部分 我们说 税制在国内 也是很重要一部分 你看最近我们不是 在过几天 就是这个 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期了 顺道提醒大家要报税 对 因为不然的话 你不报税 等一下你会给当局查的 当然有关这个征收GST的这个话题 其实最近也是一直在讨论 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启呢 那今天国家银行那一边 就发布他们的立场 支持政府重启GST 他们是说呢 可以希望国库呢 就会提供更多的援助措施 但是也有提到 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的 国航的副总裁 祖马尼山 他就认为呢 物价上涨的同时 政府确实需要提供 针对性的援助 帮助人民舒缓财政压力 不过他又强调 落实GST方面 确实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不可以说 贸贸然就落实了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 无稽可循 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政府就已经松口 我们会探讨GST 所以这样再说一次 是不是代表说 越来越近了呢 不知道不知道 他们昨天辩论的时候 没有聊到这个吗 好像没有 他们没有聊到 他们聊的是别的话题 对蛋糕的话题吧 等一下我们也跟大家谈一谈了 但是说到这场 那集跟安华的辩论 你有看的话 你觉得谁的表现更胜一筹 如果你觉得是那集的话 就选择wow 如果选择安华的话 就选择哈哈 但是如果你是看球赛 没有看这场辩论的话 就选一个set的选项吧 最近一直看到网络上面 有很多人被骗 真的 这个网络诈骗案实在太多了 单单今年四个多月的时间 涉及损失金额 已经超过两亿令吉 而且超过一半的案件 都是他们是因为电话 跟短信而被骗的 说到这件事情 是来自五级阿曼商业 罪案调查组 负责网络跟多媒体的 警长苏敬函 他提到的一个数据就是 今年截至5月12号 就是昨天为止 五级阿曼警方 接到了7020亿宗 有关网络诈骗的投报 这个损失金额 超过我们刚刚讲的 两亿多令吉 他说针对各类不同的骗局 民众是应该要提高警觉的 比如说 接到来电诈骗的时候 不要慌张 先盖掉电话 然后可以的话告诉家人朋友 然后就去警局那边报案 他也说 因为网购的诈骗也很多 网购诈骗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应对 你要怎么预防 就是你要物价货比三家 仔细去阅读 这些产品的用后心得 因为现在这些网购平台 一定有让别人command的 然后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说这个好像比别家来的 更便宜很多 结果你就下单 可能是一个诈骗骗局 更不要随意下载 来历不明的这个链接 这个是特别重要 因为最近很多很多的案件 都是这个 APK 对APK 然后人家可以讲说 你下载这个比较方便去付款 千万不要点开可疑的link 其实在槟城 早前有一名华裔的富翁 他是调入了澳门骗局的圈套 物信来电的银行职员 是假的 他就以为自己的信用卡被盗用 最终被骗走2100万令吉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的副总监 维克多 他就证实了这个案件 他还说相信 这个是目前全国损失数 而最高的一个个案 他提到63岁退休的市主 他曾经创办一家能源公司 去年11月接到一通 自称银行职员的来电 对方就说 你的信用卡被盗用了 涉及不法的活动 可是当时市主他是不相信的 然后这个通话就被接到 自称是国家银行的职员来接听 他还说 现在我们要调查了 结果就在对方的各种演绎之下 市主就慢慢掉入了骗子的圈套 然后他们开始就诱骗他说 来你跟我讲你的 手机先收到的tech number是多少 直到市主上个月底才发现 他的两个银行户头被冻结 结果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期间 他的存款多次被人转入不同的银行户头 损失了2000多万令吉 当然警方现在是已经展开调查了 太可怕了 这些骗子 2000多很多 大家真的实时注意自己的 这个账户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焦点 这个应该昨天晚上呢 也有一些人在关注 特别去看一下他们的 对我们的同事 Danny就有post的这个截图 毕竟这个是很难得看到 这样的领袖在这个平台上面辩论 昨天晚上说的就是 前首相纳吉跟公正党主席安华的辩论 到底谁的辩论 论述述和表现是更好的呢 纳吉他自己在辩论之后 对媒体说 嗯 我的这个辩论表现 其实比安华更优秀的 论述也更成熟 纳吉还说 为了这场辩论 他其实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了 很紧张是吧 不过安华那边呢 他在接受Device的访问的时候就强调 其实这个辩论也不关是谁是最佳辩首 或者是谁赢了 而是关于国家存在已久的课题 他们可以去提出 阿卫也认为 其实应该要举办类似的这个辩论会 以后更常举行 就寻求各自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如果你没有去留意到的话 来我们跟你回顾一下 这场辩论的论述跟交锋 主要的课题呢 就是谈谈政府 是不是应该要拯救 萨布拉能源公司呢 那纳吉那边就声称 如果说政府愿意拯救 萨布拉能源 这将会造福人民 不然吃亏的中秋还是人民 这还是我们呢 那纳吉就有建议国油 就是Petronas 去接管萨布拉能源公司 等到公司股价上升之后 再卖出去 不过呢 安华他的观点是 在萨布拉能源课题上面 重点不在于是救还是不救 而是要审查财务 揪出造成公司连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防止类似伊玛发展公司 等等丑闻的事件再次发生 另外呢 他们那集也提到关于 跟未来 跟国家未来 跟经济有关的东西 他就提出了 做大蛋糕 分好蛋糕 这样一个论述 还认为说 其实这是让人民实现 共同富裕的目标 不过呢 安华就回应了 困扰我国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贪污 就是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所以呢在确立国家 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面呢 你是不是应该先优先解决之后 我们再提出新的东西呢 这个是昨天的 我们的一个概论啦 那昨天 这场辩论很多人在看 大家可能都会不同看法嘛 其他人又怎么去看 纳吉跟安华的辩论呢 看到政治分析员 阿兹米哈山 他对今日自由大马就说 纳吉在昨天晚上的表现 似乎比安华好 提供了各种的数据啊 有论证啊 反倒是安华看起来好像没有抓住重点 好像没有做好功课一样 那他就举例 当纳吉提问 怎么样去显示 西蒙执政22个月的基尼系数 也就是人民收入分配差异 跟纳吉任期的时期 是不是有增长这个观点的时候呢 安华是没有办法回应的 而阿兹米也形容 昨天晚上的辩论 他觉得是不精彩的 内容都是老掉牙的课题 那另一方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的时评员 林又泉医生也是有提到了 这场辩论 他在实施100度单元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以一个变手的 这个角度去看这场辩论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身为前变手 我们往往会以一个非常辩论技术的角度 来去看待昨天的这场辩论 以纳吉来说 我觉得他强点是说 他有很多的数据 而且他的语速会是相对的慢 你听纳吉的话会是比较能够听得近 安华来说呢 语速太快 不够嘹亮 而且他会提出一些关联公司的 一些所谓的领导人的名字 一系列列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以辩论技术来说呢 我觉得安华是略胜一筹的 我们说辩论比赛跟演讲比赛 它有差别在哪里 是在于演讲比赛 你就是准备好你的论点 非常生动的去表达 但是辩论比赛意味的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反驳对方论点 安华在这方面做的略好一点 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也可能是这个纳吉本身的 整个谈话的一个亮点 媒体很多都来谈的 就是所谓的经济蛋糕论 他的父亲所提出的 这些扩大经济蛋糕的话 大家分的时候就分得更加的多 其实在辩论场上 用这个所谓的比喻呢 它的好处它就很生动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 如果对方能够即使用 同样的这个比喻 来深入他的论点的话呢 哪采的是对方 而昨天安华他有提出 蛋糕是做大的 但是谁得到吃呢 不要独吃等等 也非常风趣的带出了 这样子一个概念 可以看得出 其实安华比较多的反驳 但是它的弱点 是在于它的陈述方面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受限于西蒙的 曾经执政有了包覆 所以它的一些指责 其实变成 不会比以往这么有吸引力 人们还是会抱着一种 质疑的态度 西蒙做的时候 也未必做得很好 那从这场辩论 怎么去看 他们两个接下来的政途呢 我本身认为 一场辩论 对他们的政途的影响不大 昨天虽然这个辩论 我觉得双方的表现都很好 但是我觉得 他们只能够巩固 他们现有的支持力量 不至于会能够伸手 到对方的这个阵营当中 把这个支持力量拉过来 你看安华 他的这个论述本身 还是回到那种反贪的论述 一般的可能中产阶级 还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其实 我们看到这几年的 一个发展下来 很多人民开始转向于 他们已经认为 贪污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们的这个经济 有所挣扎 我觉得昨天的一个辩论 很好的价值是说 他已经预示了 在接下来的这个政治发展当中 两方的论事会朝哪一方去 这个纳吉 很好的表述了 国政将会以政治稳定 作为过后获取支持的 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因为只有政治稳定 才能带来经济发展 那安华还是回到 那个比较结构性的 就是要让整个制度 是连结的 必须是有公信力的 来引领这个所谓的 这个国家的整个发展 其实安华的是 谈的是比较深层的 但是我担心的一点是说 其实一般的人民 可能会比较怀念 有大计划 带来整个房地产业的提升 也带来这个经济的 有一点过热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分到一杯根的 这样子的情况 社区牵线 好我们来谈谈社区一些新闻 像最近有一个视频 在网上炸开了锅 说的是一个十岁男孩 他驾一辆红色的零路轿车 副驾驶座还载着两名小孩 然后事件发酵之后 其实有关的父母已经去自首 而有关警方那边 就是说他们已经调查这个事件 显示这个夫妇 确实就是让他十岁的孩子开车 然后再另外两位孩子 甚至他承认 这个上传视频的TikTok的账户 也是这位母亲的 太不应该了 那警方就说 父母或监护人 让未成年的孩子开车 是会被提控的 有好几个条文都可以提控你 所以一定要多留意 本来就犯法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做 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娱乐的 比如说看编论 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我希望未来真的有更多 这样的类型 谈政治 不过昨天我们61%的人 是没有看的 然后其他 其他29%的朋友 觉得安华表现比较好 OK 那几呢 那几的话是10% OK好 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 现在问头选了 马上就要进入假期了 我们下星期一 虽然是补价对吧 对 那我们的新闻线 还是会照常营业的 所以要继续留守 九八新闻线了 我是冠贤 我是新贤新睿 祝你周末愉快